手游酷丸 往那边走 准备闪现过去给一个点燃啊这个 DF的啊那这地方打野仗恰巧待会刷野啊给我收掉了啊没有关系 洛心腹据传说是 由 某地领主所化啊 这个女的和别人偷情然后被这个领主发现了 领主为了惩罚他也是惩罚自己就是告诫自己其他的妻子所以把他丢进了啊 装满毒蜘蛛的箱里 然后这个女子和 女子的怨念和毒蜘蛛一起啊化形为化形为洛心腹的这么一个妖怪 啊白天是人类的面貌和 就是人类的面貌大概有10多岁啊到20岁之间不倒 晚上会变成蜘蛛啊 专门在树林里啊迷惑迷迟的男子啊三天之后取他手机使用 这地方我放慈母从子过来 配合了我们一波啊那我们也是直接跟上我们的输出啊但是好像 输出不太够啊没有关键 那这个地方还是要直接 一起把这个塔拆掉啊 这个时候大家不要说我不想让我的队友跟我一起拆塔啊因为他老吃我这个经验什么的啊 前期这个塔啊能早点拆早点拆 拆成好 解放我们去别的路区区发育啊这地方这边黑通子来了我家磁木好像还想打但是我肯定是不能打了我这点血能被换啊 不要给对面几回我直接回城 那这个地方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啊啊 日本传说当中啊这个支柱其实 鬼怪故事也挺多的啊但是 大部分都是什么 算是情妇所化啊 我不知道有什么原因没有啊 可能 日本人就认为支柱这个东西 因为在古代这个支柱可能处理方法不是很得到啊 可能要很多人就是丢掉性命 所以可能日本人认为这个支柱本来就不是好的东西啊但是现在啊 洛心腹啊也算比较出名了他已经从原本一个传说中的有啊变成了支柱的一类啊 现在你确实能搜到就是支柱类有一个叫什么洛心腹壳什么 大部分都是毒支柱啊就没有几个没有毒的好像是 啊那这个地方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啊我刚才跟那个黑通子拼了一边然后被换掉了但没有关系啊因为现在我们还是有一定这个经济有势的 啊被换可能有点苦盈啊但是亏不了太多啊大不了就是把前期的经济可能送去了 那这地方对面他又来了这时候我们肯定打不过他马上6了不要被他骗了 大家玩这个上路和别的路程唯一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啊 就是对面敌方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就是接近值啊 有的人可能他就是卡他 马上就要6啊他一个AOE挂死一个小边他就6了然后他上来给你平啊 我碰到很多玩家都是这么玩的然后也有很多就是我的队友啊 也不看人家6不6上去跟人家平啊 这样的话啊就很危险他6级啊比你多技能然后伤害比你高这是很正常的 啊那这个地方也是啊对面有点装了啊 直接进塔啊这有点过分了今天啊 洛西夫的线上的还是主要是以前期攒那个毒蜘蛛为主啊 他这个后边跟他三个小蜘蛛是他的被动啊也算是被动就出水就在 我们需要用1技能打死普通单位积攒三颗毒蜘蛛啊因为这个毒蜘蛛比正常蜘蛛附带很多特殊效果 变成毒蜘蛛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考虑 在线上主要是以消耗为主啊大家玩这个英雄千万不能 上去忙他就是一个消耗型的啊就是你线上啊跟那边皮 先给他放一个这个异技呢就是周西星回血放完之后赶紧走啊就是 主要以消耗为主 不要上去跟对面投影头硬拼这样的话肯定是拼不过 洛西夫这个角色呢没有什么太多的爆发技能他主要是以持续输出加上自己身自身高位回血啊 加上如果你有毒蜘蛛的话他这个大招 是一个控制技能然后配合打野造成敌方击杀拆打速度非常快 啊这是不可否认的因为一个等于四个在拆塔啊 而且占据优势之后呢很容易刷空对面野区给对面打野造成一个 算是经济上的落后啊所以说 个人感觉这个英雄如果大家想想练的话还是值得一练的 但是我玩了这么多把之后我也发现洛西夫一个问题啊首先啊其实前期 前期的这个 这个叫做叫做什么就是 强度不是特别高虽然说可能大家认为他这个有这个技能之后呢可能 伤害比较上不是伤害就是 啊 比较多 因为他本身这个异技能周期就回血啊附近单位全覆盖之后可能杀也比较高然后自身不容易死其实不是啊前期没有这个 大量人头和装备 补给的情况下啊伤害还是不够的 这地方地方狗狗鸟过来应该是看着我们然后我们转一把直接带走他这地方啊对面回血机来了先给他放一个这个三技能 直接平A继续平A我放瓷姆吐格来了 不用给他放大招这一程直接大招丢住敌方白狼配合我帮瓷姆吐格直接杀到对面 呃 大家有的时候放这个技能啊能攒能等的技能就尽量等一等像什么 大招吧 什么的啊因为敌方来人的话我们这个大招随时可以做出一个有效的支援啊因为他本身 除了伤害技能以外还是一个控制技能啊 那这个地方我感觉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敌方的性能比较烦但是我方这个队友看着暴团然后我家下路金鸡的推塔 敌方现在这个 是打不过我们的我方瓷姆直接上去了但是我有点怂啊因为我这地方 洛行夫这个腿比较短啊他不能像别的英雄一样就是有效的提供一个位移然后来保证自身的完整性啊 他有时候进去就出不来了所以这一点也需要大家小心一点啊 这地方我就没敢上啊但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方 还是啊我方队友比较猛啊直接 把对面 全部击倒啊 那这地方我们去对面也去收割一下但是对面投降了 啊那这把呢也是我进一赛的一把啊所以说选了一个比较稳妥的上单啊洛行夫作为上单还是比较推荐给大家的线上有足够的消耗手段以及逃走能力 然后一技能有一个 算是给你提供一个持续的小速处然后大招有一个稳定控制主要是如果我方打野过来 抓的话二为二是绝对不许的 那今天给大家打野的游戏呢还是绝对平安静啊今天给大家打野是洛行夫的第一视角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请关注我们手游酷儿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请关注我们手游酷儿的其他游戏视频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让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